氣溫越低 火鍋店裡高朋滿座 生意越好 但是火鍋料又出現了食安問題 白白嫩嫩的豆腐 一向和火鍋湯形成絕配 但北市衛生局抽查 卻發現竟然有防腐劑 抽驗了48件 還是有品質上的疑慮的問題 就是有兩件豆腐剪出 防腐劑本甲酸超量 過量食用或長期食用 已經就是添加超量的產品 會有腹部疼痛 一些噁心嘔吐的症狀 以台菜和日本料理 闖出名號的新業集團 旗下的涮涮鍋店 使用了新北市三重 三光新豆腐行的手工豆腐 過去幾年都維持一天一板的進貨量 只是這一次原料出問題 還會不會再合作 還要再評估 另外一間位在台北市巴德路的 邵香涮涮鍋 冷凍豆腐也驗出防腐劑 以規定都不得檢出 因此對供應商依照食安法開罰 日式丼飯 也有食安疑慮 日前週刊報導的五家知名動販業者 台北市衛生局也公布抽驗結果 雖然沒有金黃色葡萄酒菌污染 但八板凍污的超值海鮮凍 和定時巴的豪華海鮮凍 仍有大腸桿菌超標的疑慮 代表食材可能有污染 或是衛生環境有缺失 衛生局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讓消費者有更安靜的用餐環境 既然全排小雲起台北報導 好